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来探情啊 没有办法 没有人能够学得到像她这么样的娃娃音 来 欢迎美照姐 小蕾姐好 对 朋友 大家好 淡姐 你不是你美照 我是冒牌的 OK 好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待会儿慢慢来问 对 美照姐 那个声音跟你想象中有一点落差对不对 中间发生了什么事 今天也邀请到其他一些来宾 大家一起来聊聊 从美照姐小时候一直到现在 你熟悉的李美照 这几天的声音为什么会是这样 来 欢迎现场其他所有来宾 针对今天娃娃音鼻祖扛家记不含苦的议题 跟我们一起来讨论的来宾 除了资深艺人林美照 还有资深媒体人狄志伟 心理分析专家邱文仁 以及律师程丽全 你声音到底怎么了 就因为身带受损 医生说使用过度 然后去开刀 开刀已经两年多了 一直都没有办法再恢复 这不是肯德基 这不是不是 这不是李美照 那声音 因为我现在声音我讲话很吃力 开刀两年多还是会吃力吗 对 有点紧 那我以前的声音我也不见得喜欢 呦 你那个声音多有特色 嗲到人家都形容叫排骨酥 排骨酥 因为我的声音就是被大家觉得我很做作 有人这样讲过吗 对 尤其是女性观众 都会觉得 好像是嗲一点男孩子会比较喜欢 对 他们都觉得 你就是心机重 你就是故意嗲一点 对 男人缘就你最好 没错 他们就说长辈啊 男生啊 都对你都于期于旧 可是米小姐 当跟你熟了以后 那些人会不会就突然发现 原来你们知道的声音就是这个样子 对 他们后来都帮我辩解 对 OK 可是米小姐 你觉得你的声音好听 还是林志玲的声音好听 她的声音好听 真的吗 对啊 很多人都觉得你的声音好听 因为你是鼻祖你知道吗 娃娃音 没有人的娃娃音比你好听 就只有娃娃语了 我只能说我是被发现的第一个 好啦 米小姐 谦虚 可是米小姐 刚讲说有人会嫉妒你的声音 或是有人根本就直接说 你是做作或什么 对 那当你进演艺圈以后 这样的声音对你来说是个助力 还是它是另外一种助力 我觉得都有 因为如果上众议通告的话 我的机会比别人多 因为我的声音有特色 然后主持人或者什么的都 可以拿我的声音去做文章 可是如果在戏剧方面的话 戏路就变窄了 会受限 对 因为你就不能说 我里面走 我就这样 从那个进演艺圈就有一个梦想 我想要当那种大姐大那种 你有看过一个大姐这样 我跟您说 没道理你试试看 你摆出大姐大的骨骑 然后讲话 我敢去碰 我算了 可是我不晓得 你觉得这个对于美兆姐来讲话 到底帮助她还是 其实应该说在早期的演艺圈 因为美兆姐是歌仔戏出生的 还没有 没有 我以前小时候 因为是跟妈妈一起看歌仔戏 认识美兆姐 你还跟妈妈一起看歌 对啊 因为其实那时候我年纪还小 我认识的她是从歌仔戏小蛋 所以那时候我一直以为 小蛋唱歌就是这样子 就是有那个娃娃音这样 然后很细的声音 那在我们小时候 就会觉得说女生讲话好像 就应该要像美兆 因为这样才会温柔嘛 所以对我来讲 我觉得美兆姐给我的印象就是 我很难看到她 就是很难想象她生气是什么样子 因为生气如果有 你问娃娃音跟你生气 可能要吵架也吵不起来 然后再来第二个印象就是 早期秀场很风喜 那时候诸葛亮的那个餐厅 歌厅秀的护影带 也是一天到晚看到美兆姐 在节目上的表现 所以她讲的的确没错 这个声音是让大家对她的辨识度很高 一个艺人就是要有辨识度 所以她唱歌仔戏的样子 她在秀场的样子 综艺节目的样子 其实已经很根深蒂固在 很多观众的脑海里面 美兆姐 你出道超级宇宙早 对 你童心就开始了 我八岁就出道 为什么 什么状况下八岁就出道了 因为家里的环境 OK 对 因为我爸爸得了会结合 这种病是不能工作 不能太招牢 而且要吃很多营养的 对 那就 我妈妈什么都不会 就是标准的家庭主妇 我上面两个姐姐 下面一个弟弟 一个妹妹 这样子一大家子 经济来源 就绕到我跟大姐的身上 因为我们两个从小就很爱唱歌 经我爸的朋友介绍 就到一家唱片公司 本来是想要出唱片的 但没想到 唱片公司老板 他怕小孩子出唱片 消禄就是问号 所以他就不敢贸然地 让我们两个出唱片 然后他又制造两个电视节目 一个就是闽南语连续剧 一个是电视跟载戏 两个节目的童心都是我包 就是尽量给我机会 机会 对 然后我姐 那时候比我稍大一点 她就可以演那种 比较少女的角色 然后再演哥雷西 因为哥雷西的扮向起来 会比较成熟 所以她就可以参加 就是比较大人的角色 可是我还不行 因为八岁你真的很难 对 八岁的角色 真的找不出来该怎么演 对 连演个丫鬟都不知道 有 丫鬟我也演 是吗 对 然后不只这样 我们上学 我们书包里面 不只是课本 还有什么 还有化妆品跟小礼方 八岁 对 我们下课就直接到 因为以前有很多什么 喜庆的场面 就是有请歌星 母书 唱歌 表演 结婚的或者祝寿的什么的 我们下课就直接 就去现场 对 然后唱完两个再首先走回家 OK 美大姐 我突然想到 就您大姐 就孟美姐 对 你们的声音是来自妈妈的遗传吗 对 就你们家的声音都是这个样 这都蛮细的 其实我妈 我大姐 二姐 我 然后包括我女儿 其实都是这个声音 包括我大姐的女儿 对 通通是这种声音 然后我女儿是因为 从小看我被取笑 她非常排斥 所以她勉强自己 她是把声音压低 然后改变说法的方式 对 发音的位置 然后硬把自己变成 她说她很正常 她觉得你不正常 对 OK 可是你看 美大姐全家这样的声音 然后说从小开始 然后因缘际会 本来是想要出唱片 后来进入戏剧前开始发展 一直到发展 然后你讲一下 那个时候发展到最后 红到什么 因为其实那时候 包括你知道新加坡马来西亚 有很多都是台湾的 因为我们的很多的 包括歌星 明星 都会到那边地方去作秀 你后来在那一代 红到什么地步 我刚开始红 并不是歌仔戏 我第一次走红的声音 因为是跟长青哥哥两个 长青哥 对 在我18岁那一年 我们演了一张 全世界都不看好的戏 叫傻女婿 那一部戏就是电档戏 一个是第一次当女主角 一个是第一次上镜头 然后我们创造三百多集 演了三百多集 对 演了一年多 包括那时候 蒋公走的时候 都是用镜子 所有的 娱乐演出 对 都是报黑白的 黑白的 对 然后我们也想说 终于可以休息 结果第二天就 友台就是接到好多 观众打电话来骂什么的 我们就被制作人 立刻连夜的召回 全部回来就演国语版的傻女婿 对 然后改名叫 怀德村 然后剧情造就 对 但名字要叫怀德村 对 因为蒋中正过世 对 所以要怀念她的恩德 对 所以我们就叫怀德村 对 这上面的这是 这个事已经比较后来了 叶姐她就说她缺女主角 然后硬是把我从台诗抓过去 华诗 因为那时候歌仔戏各有 像杨丽华歌仔集团是在台诗 叶清歌仔戏是在华诗 我怎么会知道这些事 对 我娘告诉我的 对 那时候大概都会有这样的一些 所以这个是在叶清歌仔集团的时候 对 所以你在 其实你在台湾已经很红了 然后到了马来西亚或到很多地方去 你才发现你红成这个样子 没有 我从傻女婿我就知道 真的吗 那出去碰到粉丝会怎么样 我们傻女婿还没有播完 我跟长青哥哥就疯狂的在作秀 我还记得长青哥哥 因为他年纪比较大我10岁 所以都在作主 然后他也很疼我 就是永远都是他开车 我只负责坐在他旁边 对 然后就是一直跑一直跑 我们走一直跑跑跑跑 到晚上 有一天我们跑完了整天的行程 我们找不到饭店 为什么 饭店都客门 所以我们就两个就睡车上 对 没有办法 没有 没有饭店 那两个是睡车上 然后第二天 我们起床 最后饭店才终于有房间 然后再开给我们 所以你们那是一整天 一直在跑场 一直在跑 你最多大概一天跑多少场 十一场 你每只要为嘎嘻八天没睡觉 过度操劳竟导致严重后果 因为我连接了三档去 我还没有拍完下一组的工作人员 已经在旁边等我 循环了七天七夜 第八天我回到家 就不走 第二天刚刚立刻看医生 医生就说这是 所以你们那是一整天 一直在跑场 一直在跑 你最多大概一天跑多少场 十一场 十一场 你要知道 我跟常见哥哥一上台就是四十分钟 我们两个的节目是四十分钟 然后我们一天要跑十一场 十一场就是四百四十分钟 光演出的时间一天就要四百四十分钟 还没有再算中间车跑来跑去的这些时间 没错 那你们吃饭什么都不用 都没有 就是随便买一个包子或什么的 就车上解决 对 因为没时间 那不是要从很早表演到很晚 对 所以没有订到饭店 对 然后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 因为那时候很流行就是 他们包党的人会故意就是戏院 他举例说台中彰化 然后另外一个什么地方 就是三个地方 就是车程可以跑的 就是他安排 然后我们就是 这边唱第一个 这第二个地方唱中间 然后跑到第三个地方唱压轴 对 然后就是其中有一家戏院 他没有后门 那我们就要从 从观众这样走出去 从观众这样进去 对 当进去之后 我就衣服被撕烂了 那他们是故意的吧 没有没有 他们就是 太热情了 他们就想跟你去握手什么的 然后就都OK了什么 衣服也被撕破了 还是要上台 所以那场表演真精彩 上去衣服是破的 对 那个时候我就知道 就我们在台湾好了 就像现在 你如果看到说 那时候讲说阿妹 周杰伦 对 或SHG在跨年的时候 你大概就是要北中南 然后算好哪个地方唱第一开场 然后中间 然后接下来 类似 可是他要跑十一场 所以这很难想象 对啊 因为其实美照姐 他当年红的程度 你看你现在那个电视的这张照片 很清纯很漂亮 那有人看到那个美照姐年轻时候的照片 就觉得有些照片跟邱淑珍很深 有吗 有有有有 人家说就比邱淑珍有过之而无不及 那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我小时候因为我住高雄 我们高雄有一个蓝宝石的歌厅秀 对 那以前啊 其实我们小孩子要进去看 都是拉大人的衣角就进去了 真的喔 对 那我记得有一次 因为就很喜欢看 朱歌亮跟女明星之间的互动 那我就记得有一次是那个 那个美照姐是主秀 那其实那个海报 就是会有朱歌亮 然后会贴今天的主秀是谁 对 那就是领美照很大一张照片 然后那个朱歌亮就在他旁边 所以那时候就是连我们小孩子要拉大人的衣角 你可能都拉不住 因为太多人要进去 所以他当年就是很红的状况是这样 那其实虽然美照姐他娃娃音啊 可是他唱歌的声音跟他的那个 嗲嗲的声音是不太一样的 我 我很 你唱歌不嗲 我就是用单听用感情 然后比较用力 就是用力的娃娃音 还是有一点点娃娃音 可是没有那么严重 OK 对 可是美照姐说实话 在餐厅秀的那个全盛时期 你说像跟朱歌亮大哥 他们在那个整个秀场里面 那个秀场的氛围在那里头的时候 跟你说跟在电视台演出 当然是完全不一样的 差太远了 我们在歌星时代 我们真的是太好玩了 对 因为一档最少七天 而且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团队 就怡天大哥 亚萍 然后朱大哥 他们就会拉着我 我们是一出发就是从 譬如说从高雄第一站 然后就是全省上轮一次 就统统轮完了 回来准备下一档的节目 又出去 所以我们一年大概有两百多天 要见面 那感情就真的像兄弟姐妹一样 可是这样跑平良心讲 当然钱一定赚到了 家里面的经济状况 应该早就改善了吧 对啊 早就改善了 压力也没有那么的重 可是你在敢所有的 包括敢拍戏或什么 我们都知道尤其在演戏的时候 譬如说你说开通天棚的那种 一天要上档的剧要一直这样 你最多多少天没有睡 我最多八天八夜 八天八夜是什么状况 因为我连接了三档戏 一档是在上档的 一档是被档的 一档是紧接的叫上 我就在这个棚拍拍拍拍拍拍 我还没有拍完最后一场戏 下一组的工作人员 已经在旁边等我 对 就这边拍完 就直接跟着他到下一个 另外一个棚 另外换造型什么的 就开始拍 好 拍拍拍拍拍 还没有拍完 下一组戏的人又在那边等了 就这样循环 循环了七天七夜 好不容易循环OK了 第八天我不用再 不用拍 晚饭了 就是我白天五点多就收工了 第八天 可是我回到家我睡不着了 我一夜就等到天 等天花板等到天亮 然后我妈就很担心 第二天刚刚立刻带我去看 看医生 就去咨询 然后医生就说这是自虐神经失调 对 所以就开分量比较轻的 正定剂吧 给我吃 对 所以我从18岁 我就开始吃安眠药 吃到现在 你一直都 你吃了这么几十年安眠药 对 你不吃睡不着吗 对 你有没有试过 有 我怎么试都没有办法 而且我不会喝酒 我对酒精非常敏感 我只要一口我就跳 会跳出来的感觉 对 会心悸 对 就是别人说 你可以喝点小酒 我说 我不行 我喝了个酒 我反而更睡不着 对 当然安眠药这种东西 你不能一次性的全部戒掉 要慢慢来 那是非常危险的 我曾经找过有一家修复脑部的机构 他叫我就是慢慢的减量 然后他帮我打一种针 我不知道 当然我不知道是什么什么针 我治疗了三个月 我药量有减半 因为我吃 你看我吃这么多年 我的药一定是一直增加 一直增加 因为抗药性 对 所以我治疗那一段时间 我药量直接拌 那后来我真的三个月后 我真的觉得太贵了 是这样吗 是因为太贵了 要不然你现在搞不好 还每一家都可以不要吃 我觉得真的太 有这么贵吗 太贵了 因为它一个疗程要上百万 对 一个疗程要上百万 对 而且他是我的朋友 经过朋友介绍 而且医生也算是朋友 所以 还打折吗 我有打折 我没有到上百万 你说给他打对折 要五十万也不便宜 我就觉得 我真的觉得太贵了 结果到最后失眠的原因 是因为觉得太贵了 所以我睡不着 我每天在想着那个钱 你怎么会这么贵 没有 现在也经过很多年了 其实我的药量又不够了 可是我就 每天睡觉前 我就开那种 找那种超级无聊的戏 就看着睡着 对 就是有时候他看着我睡觉 可是 天美小姐 你看包括身体的精神状况 要吃安眠药 然后所有这些 八岁就开始 书包里面除了课本 你还要摆礼服 还要摆化妆品 所以功课理论上一定会受影响 当然 所以我 你有没有后悔 你会不会觉得虽然成名 虽然赚了这么多钱 会不会对家里面有一些怨言 或觉得说 不会 不会 因为我跟大姐就 我们从小就爱唱歌 我们就有表演欲 对啊 所以理所 因为很当然 我二姐就书呆子 对啊 那总不能叫弟弟妹妹吧 他们还那么小 你才八岁 对 所以啊 所以我就觉得 就应该的事情 反而会担心说 赚的不够用 没有童年会不会遗憾 当时没有 是 等我长大了之后 回头一看 我没有童年 嗯 对 而且 我心中 老是有一块缺失 看到别人在开同学会啊什么的 我没有同学 林美照未敢场 时速飙迫200 被警方拦截场面惊心动魂 我有一次 真的是为了感叹 没有感到的话 那事情非常严重 找到高速公路就 一路狂飙200 哇 我到了 周会站的时候 发现前面为什么 检车都横的 然后前面有警察 我心中 老是有一块缺失 看到别人在开同学会啊什么的 我没有同学 嗯 嗯 因为我上课的时间总是初一十五的 嗯 嗯 搞不好我第一天去上课就是第一次月考 嗯 嗯 对 所以 所以就是 同学也不认识我 我也不认识 就 我很羡慕 人家有同学会 我永远没有办法参加同学会 嗯 对 我认识这个是不同的遗憾点 嗯 对啊 但是没道理讲 第一个 他对于要去扛家记 他没有任何怨言 嗯 因为他讲的也是 第一我有表演欲 而且 难不成 他才八岁 要叫那个五岁的 几岁的弟弟妹妹去吗 嗯 可是 说实话 等到你 呃 慢慢慢慢增长以后 真的回头看 刚讲到没有童年的过程 现在连找同学开同学会 都不知道 那这个对一般成长过程 没道理算OK的 可是有一些人 会不会受到一些其他影响 以小孩子来说好了 小孩子一般来说 是没有任何能力的嘛 嗯 那所以 他们其实是跟大人索取 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可是美赵姐在八岁的时候 他就扛起了大人的责任 嗯 来供养大家 所以你的确是有一个缺失的童年 那他刚刚讲到说 他从很小就开始吃药这件事情 这就让我想到 像很多好莱坞的那个大明星 嗯 他们如果是童星出生的时候 他们也就是在太小的年龄 就成名了 然后他们就承受了非常大的 体力的这个压力跟精神上的压力 所以其实有很多好莱坞 无尔明星 他就会用很不好的方法 嗯 去帮助他自己可以继续撑下去 那美赵 讲白一点 有的是吸毒的或什么都有 对 那我觉得美赵姐那个时候 会这样做 然后一直吃药这么久 其实是 因为美赵姐就是很红 嗯 对 所以你太小就红了 太小就承担了太大的压力 然后当然医生给你一个指示 这样到这里 我觉得也是算是可以理解 最大的遗憾就是那个疗程太贵 哈哈哈哈 如果不是疗程那么贵 美赵姐现在可能全部都不需要 对可能全部戒掉了 对不对 对 大概会 可是你看美赵姐一路走过来聊到现在 丽全 因为美赵姐的声音太具特色 你如果看餐厅秀 或是歌厅的一些表演 平常讲就主持人啊或什么 当然那一定是套好招的 那主持人也会拿美赵姐的声音 我们常常不套招 真的吗 对 所以他们跟你 就现场真的这样 就直接来了 对 那骚扰的那些会不会有时候觉得 做要为了效果 对 就为了效果 可是这种会不会有人 如果平常生活中 如果有人觉得美赵姐的声音很疼 就觉得这样女孩子 一定是对我的暗示或什么 就有些人会去用一些 女孩子对她言语霸凌 会不会有男的男孩子就会觉得说 反正之后可以骚扰一下 或什么这些 会不会构成一些什么法律者 如果啦 已经逾越一番开玩笑的范畴以外 那当然这个东西 我们是可以去肃请损害赔偿 甚至要求那个精神会附近 那当然如果已经涉及到性骚了 你说你声音怎么那么疼 你好怎么样那种 那可能就会变成是说 这甚至还有性别工作平衡法的问题 那你可以要求 他的雇主去处理这件事情 那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 你还可以跟他的雇主要求说 那这样你没有及时利息有效的 补救措施的话 我不只可以告这个加害人 我还可以要求雇主连代付赔偿责任 甚至要求雇主付独立的赔偿责任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都是可以请求 在法育上面其实都可以做到保护 OK 蓝小姐其实你生活的过程当中 当然你刚刚讲说父亲那时候是肺结核 后来父亲蛮早就复走了 对啊 那母亲这么辛苦的把你这样子 把你们全家要这样拉拔 然后当然你说你跟姐姐很早就要出去赚钱 所有这些 这在你后来的感情生活里面 会不会有一些的影响 或是你会不会因此会非常渴望一段感情这些 应该有 嗯 我们三姐妹 我觉得是心里渴望一个家 嗯 一个一个完整的家 对 所以就是如果找到一个你觉得说可信的一个对象 你就会想要投进去 嗯 所以我们三姐妹都很早结婚 对 然后也三个全部离婚 嗯哼 对 就是因为你的心智啊什么的都还不够成熟 嗯 所以你选择的一定错误的会比较多 嗯 对 那等你了解到自己 也了解到对方的时候 往往会有一些互相没有办法忍受的缺点 自然就分开 OK 那其实美少姐 因为我以前跟美少姐 我们在其他节目聊天的时候在聊这些 对 嗯 因为婚结束以后 小孩基本上你带 对 你一个人要带两个小孩 对啊 因为这是我提出的 对 至少那时候我觉得我还有能力赚钱 嗯 然后我还有一个妈妈很年轻 嗯 可以帮我照顾小孩 对 我希望的就是 因为从小就希望一个完整的家嘛 那这不是一个 但是 这不是一个完整的家了吗 哦 OK 对 可是平常讲你要付出的代价 第一个 你还是要工作 而且演艺圈 演艺事业 不像一般朝九晚五 你可以排出那样的时间 每一次小孩的母姐会 你都能去参加 小孩早上送他上学晚上 搞不好你拍完戏回来 小孩都睡了 可能一连几天 就像你刚刚讲 你八天不睡觉 那也不可能回家 所以小孩搞不好 你根本都不知道 小孩最近的一些状况 我觉得这些的付出 对你来讲的话 中间过程是不是非常的心酸 还好我有一个好妈妈 嗯 我妈妈帮我带小孩 然后还是可以 就是尽量的去拼事业 可是当我回到家 我就是一定要跟我的小孩 就是很恶心的一些 有多恶心 就是亲亲啊抱抱啊什么的 都一定要来的啊 OK 对 就是反正我 尤其是我跟你儿 是真的 别人都觉得我们超恶心的 因为我在工作的时候 我在讲电话 我旁边的人都以为 我在跟男朋友讲电话 你试试看 你会怎么讲 你们就会怎么对话 就是宝贝 你怎么样啊 你现在有没有 你吃饭的没有啊 你要乖啊 那我很乖啊 我有吃饭啊 很少来 这一定是跟男朋友 你是故意假借跟女儿讲电话 没有 真的是女儿 真的吗 对 她受得了这样吗 她跟我也是这样子 对 那不简单 我们的对话就是都是这样子 然后最后一定会 嗯 爱你哦 嗯 嗯 对 当起来安定 对 对 好 可是这个过程我刚才讲的时候 平常讲你要兼顾所有这些事情 一定要付出一些心血 譬如说时间就是这么多 对 你要演 你要演戏 你要做秀 然后你还希望能够多一点跟小孩相处的时间 对 那牺牲掉的就是中间的交通或什么 所以你在高速公路被警察难过 非常多 还非常多 非常多 常常 请问一下你高速公路最多标多少 我有一次真的是为了赶场 嗯 我在卓山拍戏 嗯 我要求导演五点要放我走 我本来赶到台南的时间是绰绰有余 可是中间又有一个人情的一定要我去 因为那时候是选举秀 他在卖疗 嗯 我这个人出了台北市我就完全是 嗯 国外了 对对我来讲就都都要靠问路啊 那时候还没有Google 对 以前还没有GPS 我就一定要问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卖疗在多远 嗯 那没办法推了 人情的我就硬头被接了 然后一接 他说说 那保证第一个让我上去 我就立刻走 对 好 问题是 麦寮他离高速公路很远 所以原本的厂在台南 我如果没有赶到的话 那事情非常严重 我们签约的是我要陪候选人上台 OK 所以我一上找到高速公路 就一路狂飙 然后我也不知道我开开多快 我到了新颖周围站的时候 发现前面为什么警车都横的 真的啊 都跟拍电影一样 都横的把那个路口都堵起来 然后前面有警察 荷枪实战的这样蹲着 我整个吓得发生什么事 然后我就很超熟的 你知道吗 我就真的一副就是受精的小妙 就切切地开门说怎么了 然后他们看到我 大家都笑的 我说小姐 你知道你刚刚开多少 我说多少 两百 哇 李美照媳妇太天兵 竟随意泄露住家地址 我有一个天兵媳妇 刚下来没多久 有一天电话响 要接了以后 可能听得很清楚 她在抱我们家地址 嗯 我说你 你跟谁讲电话呢 嗯 她说 我 我低小偏 我要怎么办 我说小姐 你知道你刚刚开多少 我说多少 两百 哇 小姐 这样的 这样的高度 不觉得飞机低了点吗 啊 你可以开这样的速度 他们以为是 亡命之徒 才会在上面搞成这样 警车才要这样弄 然后后来我就 拜托了 拜托 我真的来不及 我来不及了 我再耽误下去的话 很严重 然后怎么怎么怎么 啊 那还好 那大家也都 要帮你开路吗 哈哈 让我好奇 他帮我开路的话 我会迟到 因为他们只开 他就不能开两半 他就不能开两半 因为他们只 最多开到一百二 对 对 所以我就 他们说很好 先要帮我开路 我说不用 不用 我知道路了 他们真的有说 要帮你开路 真的 所以我 因为冰冰姐 曾经这样子被开路过 他们要帮我开路 我也曾经被开路过 所以我知道 到他们的速度 哈哈哈哈 不要不要 我自己来 所以我就非常地感激地 婉拒了 说我自己来 现在再下去没多远 我就到了 好 谢谢 好 再见 好 我就走了 对 因为我继续要飙 两百 我没有到两百了 因为大概我有收敛了 对 这一定是一个错误示范 好不好 好 这一定应该要去拔铁 我现在都可以一百 好 OK 不过当然这个是多年前 你说以前发生像这样一些状况 这个大概三十年 三十年前 还好过追溯期 没关系 对 可是冰冰姐 跟家里面 跟小孩之间的感情 可以这么好 冰冰姐讲一两件 除了跟小孩电话讲这样以外 你们会用字条来去做沟通的工具 那是我女儿的招式 她会用什么 对 因为我们两个女儿很会跟我吵架 我们感情就是非常好 我们有时候是像朋友 有时候我是妈 有时候她是妈 她会管你 对 然后她会管我管到我生气 我就把自己锁在房间里面 隔了大概半个小时 就从我的门缝里面 塞一张字条进来 好了没有 然后我就故意不理她 她就再隔一段时间就说 对不起嘛 然后我再不理她 她就塞一张进来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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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好了 我就开心了 其实第一张字条进来就已经OK 其实第一张 我是在等后面的字条 OK 你说你知道我跟孩子的感情可以是吧 我觉得很简单问一下 尤其亲子之间 大人有很多的理由跟借口都是太忙了 所以我没有办法或什么 可是等到发现那个裂痕已经在的时候 尤其像很多单亲家庭 她又会讲说我一个人要照顾你们 要什么什么 那这些东西要怎么样去做一个弥补 像单亲的妈妈很忙的时候 有时候那个脾气也会上来 像美照姐是温柔的呀 而且她的女儿其实也比较懂事 就会愿意跟她就好好的沟通 对我觉得既然会沟通 其实吵架就可以化解 可是有些情形 那个小孩子真的不理解为什么妈妈不理我 然后觉得你赚那么多钱 干嘛 其实对我到底有什么好处 她这个时候不理解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可能渐行渐远了 OK 其实美照姐你说像也当过媳妇了 你说现在也是当人家婆婆 对啊 OK 请问一下 有没有想到过有一天当婆婆 然后会碰到天兵 请问一下你的媳妇有多天兵 你看有多少人都是有婆媳问题 我们这就没有 真的吗 因为我有一个天兵媳妇 然后我本人也是天兵 对 两个天兵凑在一起就 就天团 她刚站来没多久 有一天电话响 她接了以后在外面 因为她在客厅 我在房间 她不知道说了什么 我没听到 她就咚咚咚咚咚开我房间 然后从我的书桌上 拿了一张信封 就出去 然后我听到了 因为门已经打开 我就听得很清楚 她在报我们家地址 我说小丽 你跟谁讲电话呀 她说我不知道啊 我说你不知道 你为什么要把地址告诉她 对啊 她说因为她要你的地址 我提笑接吻我要怎么办 我就跟她解释 厉害关系 然后跟她讲 她就说 哦 好 那我下次知道了 原来请问一下 你媳妇的嗓门声音 是不是比较大小成 好大 真的吗 我们家是那种独栋的 我住三楼 她一进门 在一楼的第一层门 她进来我就已经知道 她回家了 她声音这么大 她声音就是分辈很高 可是她你说平常讲话 身辈高也就算了 如果跟你之间有意见不一样 你知道婆媳最常出现的 除了为了那个男人 就是你的儿子 她的老公 再来就是为了小孩的教养 孙子的什么这些 对对 所以你跟她如果对孙子的意见 教养意见不一样的话 怎么办 因为他们两个都在上班 然后孙子就是在安亲班 她 我媳妇下班去接小孩 然后回来烧碗 就是晚餐 对 然后她小孩一回来 就开始玩电脑 然后连吃饭还在玩 一直玩到她要洗澡 才结束 那我就觉得说 你这么小 你九岁 你已经近视三百多度了 对 所以我就试着跟我媳妇沟通说 是不是可以让她只玩 就是吃饭前的那一段时间 结果她要跟我解释 她就用很高的那种分贝 然后很用力的声音 跟我解释说 她儿子从早到学校 然后一直到安亲班 到六点才下课 她已经念一整天的书了 所以回家就是要让她放松 每个人的教育不同 我也尊重她 可是她就是声音就是很大 你有没有跟你儿子讲 你妈叫她起呼 没有 我这个人生气是完全说不出话 就是摆臭脸 她很激动地讲 然后看到我脸色一直沉 一直沉 一直沉 她也就默默就下去了 等我儿子下班回来 他们夫妻可能又讨论了一下 然后我儿子就上来 我就跟我儿子就转述 让他了解 媳妇就是用这样子的态度来对我 而且他还非常的激动 对 OK 然后我儿子就笑 他就说 就拿你们两个女人没办法 他就走了 他就走了 对 然后第二天我媳妇就上来哭的 妈咪对不起啊 好吧 这种状况你们家会发生这样吗 这个应该多多少少会有 就是妈妈跟太太之间一定会有一些问题 那老公你就是要做润滑剂 你不能提留灭活 没有他说这你们两个女人 对 所以我觉得美兆姐的儿子处理的还不错 就是你们两个女人的事情我不想管 因为管了护妈妈也不对 护太太也不对 当然 对 那他可能就去骂他儿子 你为什么要玩电动 那妈妈跟阿嬷吵架 因为如果是我是这样做 OK 我就骂儿子给老婆跟妈妈看 OK 结果呢 说实话婆媳的问题 碰到这种的话 这个处理方式是OK的 我觉得是OK的 而且明显这两个人就是表达方式很不一样 美兆姐也是温柔婉悦 那个媳妇可能天生声音就很大 他在他自己的原生家庭 应该也是这样子的一个处理方法 所以你比较理解以后 你大概就不会这么生气了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在那种小家庭里面 其实真正的女主人说真的是那个媳妇 所以他可能也会觉得他管教孩子 这个是他自己的权利 对 所以虽然美兆姐完全是出于好意 但是他可能就是本能的会去fighting OK 其实美兆姐除了声音刚才讲说 因为有开刀或这些 你听到今天美兆姐的声音 跟你想象中的美兆姐声音 有一点点小差别以外 而且前一阵子你去做健康检查 说肠子里面有20颗肿瘤 而且你最近有一个想法 你想要举办生前告别式 为什么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李美兆兴起半生前告别式的念头 因为之前我们不是 是好几个前辈落序的就离开了 然后让我警惕最高的是朱大哥 因为他跟我拍电影的时候 他那时候已经就确定是 那是大喜临门内部 对 他那时候就已经确定是大长来 然后又加上我们贺大哥也走了 对啊 对所以我每两年做一次 就是健康检 我就加了两项 一项就是直肠 然后跟胃镜 就加这两项自肺的 那只是想一个心安打 对 那没想到就检查出来说 平常跟我就是很会开玩笑 那个夫妻小姐什么的 笑咪咪的突然大家都 我醒来睡觉醒过来 怎么一个一个这么严肃 然后他们就把我带到那个 健检中心的那个分析师的那边 对他就给我看片子 平常讲我根本看不懂 对我只觉得说有很多 很多那个凹凸不平的那个豆子啊什么的 反正奇奇怪怪的形状 他就解释说这是我肠道里面的鸡肉 嗯 而且有多达到二十几颗 嗯 对 他就很严肃的命令我说立刻去找医生 就是切除 对 所以我回来之后就把这些事情就在家族讯息里面 就就发了 然后我女儿就非常紧张 他就到处打听 他医生朋友啊什么什么 然后找到就是他认为最权威的 最好的那个医生 然后就叫我一定要去挂号 然后我也很幸运的就挂到那个医生 他指定的医生的 我切除了二十颗的 的席肉 其中有一颗是原胃癌 哦 OK 对 然后然后这个都 我觉得都OK都过去了 可是又你看又马如荣 又什么又什么什么 然后一个一个 就我觉得朋友一直在消失 那时候因为还没有疫情 我想要就是办那个的茶会啊 或者什么的 把朋友通通找来 也不容易 而且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去联络 而且我也不知道人家愿不愿意 所以我考虑再三我就想 我如果办一个生前告别式 就宣布出去 只要你认定我是你的朋友 OK 就来参加 那我就可以跟好多 许久没联络的朋友 可以见面啊聊天啊 那多看一次就多转 你是认真要办这个吗 我是 我那时候是认真 可是因为疫情打消了 OK 就疫情如果过的话 你还是会吵架 我还是会想办 OK 其实比较简的想法 你可以想象就是 当人慢慢慢慢长年纪的时候 人家就讲说 人慢慢长大的过程 再来就是参加朋友的婚礼 再来就是参加朋友小孩的婚礼 再来就是你的朋友 你去参加的可能是朋友的父母离开的告别式 对 再来就是你在街道的时候 可能就是朋友的告别式 对 你每次在告别市场 你会看到都是要一些好友 对 大家某种程度是借着那个机会 做另外的一种大家感情联络吧 对 伤春悲秋 然后大家可能珍惜一下剩下的一些时间 所以美照姐会有这样的想法 也是不用等到那一刻 大家一定要对着鞠躬的时候 其他的人去这样子 对 那不如生前的这些朋友 大家还在的时候 对 利用这个机会 而且我也意识清楚 对 你也知道谁会 而且不用先给 不用不用 对 我全部包 OK 我不知道在电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尤其是美照姐说的这些朋友们 你听到美照姐讲的这个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 其实她胜出的讯息是 朋友大家最近少联络了 是不是应该要多联络一些呢 那虽然有疫情 但疫情之下 也有疫情之中的联络的模式 OK 当然最好的是 希望疫情赶快过 能够让美照姐 完成这样的一个心愿 对 我真的希望 到时候我举办 申请告别式的时候 包括小五哥 因为所有我们现场的朋友 如果你们觉得 我是朋友 就来参加 OK 有点麻烦 我怕电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都觉得是你的朋友 当中人真的会很多 我可以想象 我非常欢迎 OK 非常谢谢美照姐 也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 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 《真正有词》 我们下集见 拜拜